甲籍妓院 我当时还搞不清楚甲籍、乙籍怎么分 你可以看到一个70岁的老作家 他在跟你讲他18岁的时候 到那个妓院有一点羞涩有一点绵腆 然后去点烟盘 点烟盘就是纯粹喝茶 用现在的术语来讲 就是只是去坐在那个吧台上喝一杯酒 或者喝一杯咖啡 如此而已 不做另外的什么场外交易的 然后他开始在讲的时候 你就看到那个眼神深情 一个70岁的那个老作家 可是你会看到他18岁 那种感觉 你就去感觉那种纷红 我们去了解上一代的他们在想什么 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很虔诚的 来好好的经营一条 比较漫长写作的道路的话 你有必要跨越时空 去体会每一个世代的感觉 不只是我们这一代的 我们下一代的 还有奇怪 如果大家有对日记时代有点印象 应该还有一点就是说 例子的概念的话 你们知道当时1895年 那个华山四季来台湾接收的时候 到了1896年 那那个所谓的台湾 然后我们的什么大元帅 秋冯甲 刘永福 还有什么大总统唐锦松 倒跑了倒跑了 然后那个什么什么的 所以此生的时候 台湾倒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西来安事变 如果你们还有一点印象的话 或者你们曾经读过我们那个前辈作家 李乔全他也写过一个西来安风雨 那在这个西来安事变里面 就有所谓的抗日的民族英雄 像李清芳还有江定这些人 那当时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大正七年 大正四年也就是民国四年 因为日本的大正天皇跟